侯友宜當副的 那馬上被罷免 那柯文哲當副的 民眾黨馬上亡黨 那民眾黨竟然亡黨了 所以部分區 那個你要扣掉民眾黨的 那個部分區的六到八 那國民黨也過不了半 所以這個東西只是喊的 讓這個叫做安慰劑效果 安慰一下 讓國民黨現在那些焦慮的人 心目中覺得有希望 因為其實柯怎麼可能去核 你核的話 那你除非當政的 那你說說他們就想說 所以現在民調裡面 就柯文哲落後了 再怎麼落後 他跟你侯友宜也不相上下